隨文靜與韓聰在花華雙人決賽上 以短曲排名第一之詞 壓軸登場 年轉突舉四周 搭配憂愁和尚的金橋歌詞 以優雅且穩定表現 再加上各項高難度動作 大陸組合155.47分的好成績 加上短曲的84.41分 最終以總分239.88的高分 打破世界紀錄 順利摘下金牌 自由華曲目 來自民謠 憂愁和尚的金橋 這是一首主題為朋友之間相互支持的民謠 比賽結束瞬間 隨文靜靠在搭檔韓聰懷裡激動落淚 因為他們選擇的曲目 其實就是兩人搭檔15年的故事 如同歌詞寫的 當你舉步為奸 我會站在你身邊 綽號聰筒組合的隨文靜和韓聰 一路走來十分不易 從小因為身材矮小不被看好 但他們連續三年 獲得世界青年錦標賽冠軍 打破外界對他們成見 但就在兩人前途一片光明時 隨文靜腳受傷 不得不做手術 甚至一度被懷疑無法重返賽場 但韓聰卻沒有拋下搭檔 反而更積極練習 等待隨文靜重返冰場 不是說滑檳 就連基本的日常的生活 就完全都是個問題 躺了三個月下了根本都不會走 不管是為了誰 我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要站回來 在經歷一連串復健級訓練之後 兩人順利奪下2017年的市井賽冠軍 隨文靜更忍著腳痛 在平常冬奧拿下銀牌 也讓他們下定決心 在北京冬奧上一定要拿下金牌 隨文靜和韓聰身為彼此的那座橋樑 對於經歷過傷病的兩人 他們在北京冬奧上完美演繹這首歌 之後兩人也會相互扶持 相互鼓勵 繼續朝下一個里程碑邁進 記得料玩與綜合報導